《非農報告》透露著不詳 警惕油價恐慌性上漲 大家好 歡迎收看ACY證券進行市場分析 我是你們的分析師Peter 上週末有三個消息面值得市場矚目 分別是美國非農就業、OPEC組織會議 以及歐盟對於鵝油的限價決定 首先我們來看週五公布的美國就業數據 失業率保持在3.7%不變 非農新增人口低於前值、高於預期 受到好非農的影響 市場對於下週決議的加息預期力度瞬間拔高 美元指數在數據發布後的一小時內大幅度上漲 黃金和股市等資產的價格同時大跌 不過這部分的波動在美式尾盤被全部回補 說明就業數據並未改變市場的大方向 這也正如我們上週分析中提到的 非農就業的動能是不夠的 行情的拐點還是要看美國的核心通脹 不過這份非農數據當中透露著一些關鍵的信息 一般來說就業是通脹的同步指標 當行業景氣的同時 企業會傾向於僱傭更多的員工對業務進行擴張 而需求的上升往往會拉高商品的價格 因此在就業景氣的行業中更容易出現物價的上漲 在上個月通脹發布的時候我們有提到過 令通脹下滑的主因分別是車輛價格大跌 房租增長放緩以及醫療服務的收縮 然而從非農的細分數據來看 建築、醫療以及汽車零售等就業人口均在大幅度升高 反而是零售業、交通物流以及借貸業務就業低迷 和上個月通脹數據的表現可以說是截然不同 由此可見 現在就說美國通脹已經長線鑒定還為時喪早 未來一個月很有可能無法延續資產的牛市行情 相比之下 OPEC和歐盟針對能源的會議反而更值得交易者期待 OPEC產油國組織同意維持每日200萬桶的石油減產政策不變 緩解了市場對於增產的擔憂 目前OPEC已經實現的減產力度略超過100萬桶 包括沙特在內的成員國都在逐步降低石油的產能 這將為原油價格提供長線的利好 與此同時 歐盟對於俄油的限價策略終於落地 上限設定為每桶60美元 高於俄羅斯的邊際生產成本 歐盟提出的這個價格是希望維持微妙的平衡 在限制俄羅斯能源利益的同時保持住進口俄油的數量 然而面對歐盟自認妥當的制裁 俄羅斯方面卻是反應激烈 警告稱不會向限價國出售原油 要知道60美元已經接近了中印的採購價格 俄羅斯的石油出口比例正在不斷向亞洲TG倾斜 俄羅斯針對限價的反擊可能比市場想像的更為強硬 尤其是考慮到美國政府提出計劃以每桶70美元的價格 補充戰略庫存 這同樣會令俄羅斯有更大的操作空間 做出反擊的可能性並不低 一旦俄羅斯停止對於歐洲出口石油 短暫的供應缺口很有可能會造成市場的恐慌性買入 原油期貨的價格將隨之暴漲 空投交易者不得不防 從WTI原油4小時圖來看 受到週末消息面影響 油價近日早盤大幅度上衝 價格已經接近了頭肩底反轉結構的緊線阻力82.3附近 該位置還是長線支阻互轉水平線關口 是非常關鍵的價位 如果俄羅斯做出反擊 油價直接突破82.3阻力 那麼K線的空間就被打開 存在短時間內暴漲的可能 交易策略應該以突破回踩為主 需要關注82.3的回調做多機會 考慮到消息面動能較為強勁 入場時機可以配合CCI趨勢指標上穿正義百線的多頭信號 同時以指標突破-100線作為行情反轉的平倉信號 限價上方的關鍵阻力在92.6附近 不過油價大概率無法在短時間內抵達該位置 短線還是以波段看漲為主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今日關注數據 歐元區有10月份零售銷售月率 美國方面有11月份ISM非製造業PMI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內容 感謝大家的收看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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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M